中国之前宣布对128种美国进口产品加征最多25%关税 作为美国对中国钢铝施加关税的报复性反击 白宫发言人沃尔特希指出 中国持续过量生产钢铁和补贴的做法是导致钢铁危机的根源 他呼吁中国停止伤害美国国家安全 扭曲全球市场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据估计美国将在这个星期内公布征收关税的中国科技产品清单 预计受影响的产品总值将达到500、600亿美元 大约2000亿令吉 措施可能在两个月后生效 由于市场忧虑中美贸易战升温 美国股票在假期后复试表现疲弱 三大指数全线下跌 亚洲股市方面也受到牵连 日本日经指数闭市时下跌96点 报21,292点 中国上证指数则下滑27点 收在3,137点的水平 新加坡海峡指数下跌19点 报3,412点 往股股市方面 富士大马中指下跌7.57点 必实时报1,851点 另外针对美方指控中方窃取知识产权 强制技术转让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表示 美方的指控没有依据 有分析指出 中国这次对美国农产品征收关税 让低迷的美国农业经济进一步恶化 也有评论认为 中国这次谨慎地选择了能发挥政治影响力的商品为目标 例如大量猪肉产次内部拉斯加 以及中西部其他地区 特朗普在这些地区有着极大的支持 关税的加征预料将给特朗普带来一定的压力 MTV7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的 从开始